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了全部的争夺 那么各大备受期待的豪门们都有着怎样的表现呢 大家都能想到今年的武汉三镇会很强 但没想到会这么强 其实说一句实话 放在金元足球时代三镇的实力可能就是中游 但是如今地主家们都没有余粮 第一阶段三镇九胜一平 领先第二名泰山四分 今年的三镇生动演绎了 全靠同行衬托 泰山在开局经历了一些动荡后 豪伟逐渐找回了去年双冠王的状态 特别是克雷桑进球技能被唤醒后 以一波四连胜结束 算是缩小了与榜首的积分优势 今年河南和申花都是令人意外的黑马 河南网延为宝级狂魔 但是如今凭借稳定的运营 化身中超征冠镜旅 有可能是2009年后 时隔13年再次夺得亚冠资格 还是那句话 全靠同行衬托 申花则是在转会禁令 和基本只能靠八所割的局面下 第一阶段踢完排在第四名 与去年兵强马壮 却只能踢保击组的状态 形成强烈反差 当然比赛还有很多 申花如今进攻端疲软 就看后面吴金贵如何指挥了 位列第五的国安怎么说呢 凭借今年的纸面实力 国安的排名案里说 应该会更高点 卸风后面的压力会比较大 令人比较意外的则是海港 开打前因为上海的特殊情况 大家都预想海港开局会很艰难 但没想到会如此的困难 前面几轮缺少奥斯卡的海港 几乎不会踢球与进球了 好在现在奥斯卡回归了 莱克的压力会小点 而今年的网红队大连人 因为纸面实力的限制 虽然每场都很拼命 赢得了很多支持 但是足球要靠胜利说话 现在他们拿到7分 只高出降级区1分 谢辉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